我知道球賽比阿積小林多高 回到主場後,我還沒怕過 昨天下午跟阿卡在爭論的時候 我是很有信心的 半夜看的時候,終於覺得很威風 引證到我這件事 接著去到,都要打加士 其實已經有點興趣 接著打加士,還入球 3比5,出線 那時候完全想不到阿積小林 你不會覺得阿積小林是那麼多 按到一顆 按到一顆就夠了 第二顆就沒意思了 去到下半場,加士下半場 他真的按一顆 那顆不是阿積小林想按 你腦袋啊 彌絲達石,不伸腳出來 廢契文又變回廢契文 其實我也想讚他很久 他上個回合 他上回合 留了一些鬍子之後 足夠了很多球 OK了 老木炒位,總之就是拿斯丟 不能出腳去丟走那個球 廢契文 差半個人位 懶得太多 不走出來拍走那個球 隨便一樣 那個球就是離開了那個感覺 然後對面 其實都沒有想著射 對呀 都沒有想著射 真的沒有想著射 最後他都沒有想著射 最後就在第二個時間 拿斯丹射就說 廢契文,你不出來拍嗎 那我就慘了 那我慘了 那我慘了 但那個阿積小林 那是誰 他只是防守球員 他也是顧著一閘的 你想想 你去到那些位 有個中堅走到前面 他也是時間 我又不覺得他是顧著一閘的 他又站在那個位子 頂著拿斯丁 他盡量想拍 誰知道你的球拍到我那邊 日子高了一點 衝過位狀 踢下來 我的腳彈了進龍門 是嗎 很漂亮 沒有你話 是不是很慘 第二球 可以不想說 然後總之進入第二球